舉行大規模集會 抗議南非白人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 集會原本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 但警方突然向參加集會的黑人開槍 64人喪生 超過150人受傷 是南非反種族隔離政策示威當中 傷亡人數最多的一次 這次事件對於南非日後政治發展 有深遠的影響 南非當局也成為眾矢之的 受到世界各國的譴責